歡迎來到妄想世界 今天特別一點 不是全部講經濟 昨天美股Tesla又再繼續跌下去 Tesla神話不再 很多人就拿來比喻 創新 跟當時很多年前的名人Tesla 去比較 為什麼有些人成功 有些人失敗呢 很有趣 跟著我講一個例子 簡單幾分鐘 去講一下 欠了些什麼呢 為什麼每個人都不行 只有他可以呢 還有昨天 美國的銀行再卸一次 大家要小心一點 什麼都會發生 但是 很多人 如果你說投資 在這樣的情況 什麼都不投資 是不是對呢 又不是的 在這樣的情況 亦都出現很多機會 我一樣照有賣東西的 照買樓 照買股 亦都有投資品 亦都有收息工具 因為我們是 ongoing 一定會去做的 什麼事放都會做的 很多人都把這些東西變成黑和白 都是不是投資資道 其實應該每一段時間 做些什麼是很重要 方法是比努力更加重要 今天想說一個跌起居的結業 之前我也有說 實體經濟是差的 還沒那麼快 即是我們未見過一個經濟衰退 這次 去看一下 即是真的長期的經濟衰退 那你說結業潮 多不多呢 其實 多的 我希望分享我自己的經歷 記得按個like 大家聽的時候 記得按個like 我希望把這些東西 去share給大家 更加多人知道 這些其實並不是 是很少見的事 因為 如果你說結業潮 因為當年我回來香港 在澳洲我讀完書 就回到香港 一開始就結業了 我回到一家公司 沒多久 我那時候做工程那些 沒多久就結業了 那時候大家拿著報紙 說樓市大跌了等等 大跌的時候 我還記得我有個朋友買了樓 經歷來的 那時候200多萬跌到 100多萬 我記得還在粉嶺 粉嶺100多萬 你現在看就好像很划算 但當時是跌得很誇張的 200萬沒有了一半 白鬆一點 兩三成左右 那已經很愁眉苦念了 真是經常有人來追溯 我們的售貨員經常都說 遲點給 遲點給 那這次這單 跌起居就是這樣 開始就出糧不准了 拖兩至五個月 就開始那些人來追溯 那些蘇琪 因為 其實都很慘的 做這些 一層一層的 其實 供應商又虧錢的 因為競爭激烈 所以功課那些 通常都會給他們數期的 那你又在灣仔 那你又拿了一星級 想著很有信心 也是照結業 所以做得好未必會成功 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無論你做得多好的話 都會失敗 所以千萬不要 盲目去 去做一件事 你盲目努力去做一件事 未必是成功的 背後的邏輯就是 你欠了一些元素 這些元素就是成功必須要有的 不然很快就會失敗 所以那個做法就是 你不要用一個方法去想一件事 整體是一個平衡來的 好像人的管理一樣 整體是平衡來的 你賺很多錢是不是一定好呢 又未必的 因為你健康 其他東西 不行 或者你家庭 不行 就是說 整體是你當自己是一間公司營運 就算你現在是沒有公司 或者怎樣也好 整體的銀行怎樣去營運一個人 或者人生都是要計劃 你是一個周長的計劃 而不是永遠都是 哎呀 跌的了 哎呀 又會升的 其實就不是這樣看的 即是投資我不是這樣看 不是說 一定黑 還是白 不是這樣看 如果你還是這樣的層面 只會覺得 你說的一定是唱好了 或者是唱壞 我們要 好的東西 不好的東西 我們都要聽 我們要消化現在的狀態 最好是做甚麼 所以 你怎樣對應這個環境是最重要的 這個環境是影響不到你的 最重要的這件事 然後我想講講一個例子就是 這個萊特兄弟 接下來會有一個 結業潮 開始 那就是 ongoing 這樣做 那就不用特別驚訝 其實日本那邊 美國那邊已經開始 也都未停過 你會見到美國有幾間公司已經申請破產了 從COVID開始 中斷 就算現在COVID完了 還未斷 都正在破產 這個例子可以看到的一件事 就是 你千萬不要用同一個方法做一件事 他們欠缺了一件事 就是 當時萊特兄弟 發明飛機的時候 我想講一講 另一個故事 他其實有另一個人 比他們做得更加好 被官方大肆報道 那萊特兄弟其實是最沒有資源的那兩個人 那些媒體就笑他了 那萊特兄弟其實是做什麼呢 是做單車譜 為什麼無端端會搞飛機呢 很有趣的 所以我很喜歡看這些字傳 因為 他們學到很多東西 因為他們想法的方法等等 另一個人也是在做飛機啦 那為什麼他失敗呢 就是因為很簡單 他參照 原本的做法 他用一個 一九零幾年 一個 也是做飛機的 但是他是 壯力犧牲了 那跟著呢 他就按照他的方法再改良 但是萊特兄弟是由頭到尾 全部由頭做過的 而萊特兄弟也是當時沒有任何學歷的 是一個很普通的兩兄弟 他們是經營單車譜 而他們也沒有資金的 那些錢從哪裡來呢 那些錢全部都是由單車譜來的 所以你說 創業呀 或者你說成功呢 其實跟人際關係有沒有關係呢 可能沒有關係 跟你的 技術有沒有關係呢 其實也是沒有關係 但是一件事是很有關係的 他們成功欠缺了一件事 就是 創新 在每個不同的環境之下 如果你發覺 我經常都這樣說 如果你發覺你做了很多次都不行 很簡單的嘛 如果你股票做了很多次都不行 那你就不要做股票了 如果你發覺你做這個生意做了很多次都不行 那你就不要做了 那人會變的 在不同的環境之下 你要思考一下新的出路 所以我經常都說 你應該是開始做數碼資產 不是今天講的 我是 講了幾年 但是其實 有時候我都跟我的親戚在那裡說 你開始做啦 你不要停在那裡啦 你不要不做啦 所以那就是我每天 Patreon裡面的影片都有三四條 有時候五六條都有 因為最新新的資料 我要跟大家分享啦 我自己本身 我都要投資需要 我都要去做 這些情況是不是什麼都不做呢 不是的 也都是可以 有進帳的 有收穩的 即是我也都繼續賣樓的 那股票我也都有賣 所以整個情況就是 你不會停下來的 你是會繼續去做的 你會繼續去研究這件事 因為他是博大精深 很多東西 可以學 你唯一一日 是完結的時候呢 就是你當你停止學習的時候 很簡單的嘛 好像現在 北非特 到現在這個年紀 九十幾歲 他都沒停止過 他沒有說退休 或者不做 這個就是最好的見證 你要成功的一件事 就是你不要放棄 也都不會用同一個方法 不停地做 是一日他會改變 他的想法去做 有很多人說 北非特死渣就可以了 其實絕對不是的 很多人不知道北非特是好 整天都是炒賣的 譬如台積電 他都是沽了那些貨 有很多銀行股他都沽了 他其實呢 是會與時並進 雖然他已經是九十歲 他都不會輕易 退休 或者什麼都不做 如果你發覺你現在有個思想就是 我是客人 我什麼都不做 就完結了 其實是很 很愚蠢的想法 真正幫到你 是真是一個努力去做同一件事 但是 努力得來 是要找新的方法 去了解社會做什麼 以及與時並進 他就算現在買了的股票 都不是拿在那裏 什麼都不動就算 所以 某一些股票有神話 或者某一些奇蹟有神話 那些 你要小心 腳踏實地沒有問題的 很多時候這些時間 就是 慢慢走的人永遠都會贏 所以我一定會 慢慢慢慢去進展自己的領域 不是一次就去創新 或者專炒那些 很厲害的股票 就真的千萬不要了 大家都接受到教訓 其實在這段時間 在這個泡沫形成的時候 尤其是當時泡沫尾斷的時候 是什麼東西都升 好像 你說的 不是那麼好 或者叫人小心一點 是死罪來的 人家會覺得你不會的 但是其實你過了這個瘋癲的情況之後 最後你腳踏實地 你去到基本步 所以為什麼房地產是這麼重要的呢 就是因為它是所有東西的基本步 好了 你覺得有用呢 贊得分享給朋友 有機會再說吧 接著我在Patreon裡面再詳細說 來達兄弟 為什麼 你資源又沒有 人際關係又沒有 甚至全部是寫衰去笑 為什麼他們會成功呢 而另一個 那麼多資源又不成功呢 我要在那裡再分享